保罗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很清楚說什麼叫做福音呢? 福音是兩件事 第一,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埋葬了 第二,耶穌基督又從死裡復活了 初初的時候,耶穌都沒有說 後來耶穌說,門徒不明白 說很多次都不明白 我剛才說了很多次 或者現在你仍然不明白 求聖靈帶領你和我 要真正了解福音的意義 你來禮拜堂 大家很有愛心,很溫暖 給一次幫助 唱詞好好聽,很感人 祈禱,很誠懇 禮拜堂很好 你加入這個Club 沒錯,沒錯的 不過很可惜 除非你真正明白福音的深層意義 耶穌說,跟從我 第一,你要明白福音深層的意義 傳揚這個福音 都不夠 第二,來跟從我 有第二個意思 是跟耶穌一齊全揚上帝的國 上帝的國 就是上帝的管理 上帝的大領 上帝的管理 上帝的大領 有什麼不同呢 很大的不同 你跟我明白 上帝的國 第一,是他的權勁 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因為他是至高的神 他是絕對的神 他有絕對的權幣 管理這個世界 但是不是 單單說他有絕對的權幣 還是他有慈愛的大領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指示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滅亡 反得永生 神愛我們 他的慈愛 帶領我們 耶穌說,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帶領我們去到清草地上 他帶領我們去到安歇的水邊 我們在神的國裏 第一 認識他的絕對的權幣 第二 要享受他絕對的慈愛 神的國近了 耶穌基督初初出來傳道的時候就說 神的國近了 即是未來 未到 是近了 你們要悔改 但耶穌基督在西上傳道一段時間之後 法利塞人問他 門徒又問他 神的國在哪裏呢 神的國在哪裏呢 耶穌就回答 神的國在你們心裏 神的國在你們中間 神的國在基督徒的心裏 神的國在基督徒的中間 你來到教會 你發現神的國在這裏 神絕對的權幣在這裏 神絕對的慈愛又在這裏 神的國已經到了人間 所以第一是天國近了 第二天國在我們心裏 天國在我們中間已經來到了 但是今天天國雖然來到了 但是天國還未完成在世上 所以他教我們討告說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今天神的國已經在我們心中 已經在我們中間 但是未完全表現出來 所以仍然要求神的國 以後圓滿地降臨 以後圓圓全全地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樣 就是等候耶穌基督在內 當耶穌基督在內 神的國就圓圓全全顯焉出來 因為神的國就圓圓全全成就在地上 所以今天神的國在我們心裏 神的國在我們中間 但是神的國都未是十十足足圓圓圓全全在地上 希望找像勞圓棚的人 生命的人 幫助人 再生一次 那些西教士学中文 学得不好 就说你们必须生虫 你们必须 帮助 这就不对了 是要重生 再生一次 约翰福音第三章 告诉我们 我们父亲的 育生 父母的育生 就生我们这个育生 但是这样 人就不看见 神的国 又不会进入 神的国 一个人父母 育生 育生育生 是第一次 然后圣灵 在我们灵里面 再生一次 就是重生 生第二次 所以有一句话说 大家记在心里 一个人生一次 就会死两次 但一个人生两次 就只需要死一次 如果只是父亲母亲 生我这个育生 将来我这个育生 就会死 不但这个育生死 我的灵魂 又要第二次的死 就是死在地狱里面 所以一个人 只有父亲母亲 生我们育生 生一次的呢 我们这个育生 百年之后 又会死 死了之后 不是一次 死了之后 还有第二次的死 就是死在永远的地狱里 但如果我们育生 生了一次 又求圣灵在我里面 生第二次 所以一个人 重生 再生一次 育生生的是育生 从灵生的是灵 圣灵在我里面 怎样再生一次 怎样叫我们重生呢 耶稣说 风从那里来 风往那里去 我们不是太明白 风从那里来 风往那里去 你不是太明白 虽然不明白得了 那些风经过的时候 你却是很清楚 有风 有风经过 有风经过 但是风从那里来 风往那里去 详细的 你不明白 但是你很清楚 风经过这里 所以你和我要信耶稣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于是我们父母 生我们的肉身 生一次 然后生灵 在我们里面 又生第二次 重生的人 可以看见神的国 又可以进入神的国 看见就是了解 明白 进入神的国 就可以享受神国里面 一切的恩典 一切的福气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和我要跟随耶稣 耶稣说来跟从我 第一 要跟随他 全阳福音 第二 跟随他 全阳神的国 第三 是要到处 吩咐人 悔改 我又没有偷 我又没有抢 我又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要悔改呢 悔改 在圣经 是回转的意思 转变人生方向的意思 今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来宾 每一位亲爱的朋友 以前 你人生的道路 是越走 离开上帝越远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离开神 离开上帝 与神为敌 与神为仇 闹上帝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没有神 没有神 神从来没有得罪我们 我们却是与祂为仇 与祂为敌 我们远远离开上帝 最后结果 就是永远的灭亡 所以人要悔改 转变人生的方向 以前是离开上帝 现在转变过来 转变一个方向 归向上帝 悔改 不是说你偷了东西 不是说你抢了东西 不是说你做什么坏事 悔改 是转变人生的方向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来宾 今天你要得着福音 你要得着神的国 你要享受福音的好处 好消息 好消息 你要看见神的国 你要进入神的国 你就必须要悔改 悔改 归向上帝 你就能够得到好好的消息 就是福音 你得到看见神的国 又进入神的国 耶稣说 每一个基督徒 要跟从我 跟从我 第一 传扬福音 好消息 第二 传扬神的国 神绝对的权兵 神绝对的慈爱 他管理我们 他又带领我们 所以人人都要悔改 所以